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红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邀请他做评委 但是张学友却拒绝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曾经爆红 直到现在已经拍摄了第四季 节目也出了一些像张碧晨这样有实力的年轻歌手 里面的评委也不乏周杰伦刘欢这样的打咖 难道张学友就真的完全不在观众面前 以评委的身份露面了吗 当年鲁豫问张学友 内地没有音乐节目找你做导师吗 张学友淡淡回答 不想去 鲁豫继续追问 既然有人邀请 那酬劳自然不低 你为什么不去呢 张学友 在节目中很多人自己都不会 还要去给别人做批评 别人受不了 很伤人心的 言下之意是自己不够格当导师 但大家都知道这是歌神的谦虚 然而 歌神张学友最近却接二连山被质疑 唱功平平 没想到当年的玩笑话 时隔多年居然被某些人当真了 原因是近期张学友现身2021年港节总决赛现场 作为压轴 最后出场演唱了三首歌曲 熟悉的歌声与稳定的唱功 加上特有的兰花纸 张学友的歌声依然是未见当年 连续收拾及热度越来越低 港姐决赛因张学友的到来 再次掀起热潮与关注度 然而 九位出山的歌神再次登台演唱 竟然受到了唱功质疑 先是一位叫刘翁的导演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 张学友唱歌的样子好难受 不能正正经经的唱好他 声音也用得太离谱 然后还在评论区追加 模仿着李思杰唱得更好 言论一出迅速遭到全网轰炸 连九零后都知道张学友 而刘翁是谁 应该鲜少有人知道吧 很多人气失气表示 没资格指责歌神 毕竟他都不是专业歌手 接着铺天盖地的谩骂声 刘翁无法忍受网友的谩骂 于是很快就删除了这条 引起争议的言论 但网友似乎仍然一难评 甚至还因此在网上展开了 世代之争 香港 UTV偶像组合的粉丝 也是在网上放话 张学友只会卖弄技巧 情感表达还不如偶像组合的 刘云廷 一个2018年才正式成立的组合 连香港都未走出去 何来的能力与底气 与歌神张学友相比拟 是的 新京偶像组合太多了 80年代由张学友 刘德华 郭富城 黎明组成的 四代天王早就过去 而唯一没有社交账号的张学友 更是被误以为退出歌坛 其他三位天王则与时代接轨 刘德华已在某短视平台入驻 郭富城与黎明也都有了社交账号 而郭富城的恋爱 也是通过网上公开并会发布日常 而有关张学友的消息 则是透过一些节目 或狗仔队的编较料而得知 今年60岁的张学友 出道已经37年 我们没有资格去评论歌手 而我们就以专业人士的评价 以及歌神 获奖及影响地位 来就识论师吧 当年未接受过任何科班训练的张学友 在首届香港18区业余歌手大赛的比赛中 荣获冠军 获得了7000元的音箱 并成功签约保利金公司 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据不完全统计 张学友出道的37年里 共发行了约108张唱片 销量高达1.2亿 排名世界第二 仅次于已故美国歌手 麦克尔·杰克逊 他也是四大天王里 第一个展开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歌手 2000年获得了中国香港乐坛 最高荣誉金针奖 该奖项并不是每年颁发 只有足够资格获奖的艺人出现才会颁发 而之前荣获该奖的徐晓凤 谭永林 张国荣 梅艳芳 许冠杰等人都是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样的成绩 就算周九伦在张学友的面前 都要喊一声大哥吧 1993年 在十大金歌金区颁奖典礼上 商台的台长于征就曾说过 张学友的影响力几乎大于青少年的老师 社工甚至父母 希望他做个好榜样 继续支持本地创作的作品 不只是众望所归 而是实至名归 成为了九十年代歌神的接班人 从此歌神封号不敬而奏 多年后在采访中 刘德华心中的歌神有三 那就是徐冠杰 张学友和陈奕迅 张国荣也曾公开坦言 张学友是我最欣赏的艺人 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前一辈的所有歌手 是几十年来无人可比的 能得到天王巨星肯定的张学友 会唱功平平 当年大街小巷里吻别成了鸡歌 相思风雨中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很多张学友的歌曲都是KTV里随处可见 相对现代的流行歌曲 流行期应该是以乐为单位吧 而张学友的歌即使几十年过去了 再次听闻依然能令人感动 现代偶像粉丝说 张学友只会唱情歌 没有情感 艺术不及他们的爱豆等云云 不能说现代人的耳朵坏了 而是时代变了 欣赏音乐的情怀也变了 这些年来 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上 共有55人逃犯被抓 最神乎的一次 七场演唱会连抓获七名逃犯 这就是传奇般的七杀 难怪被称之为逃犯可行 歌迷感慨 这辈子如果可以听一次张学友的演唱会 即使被抓也此生无憾了 所以质疑张学友唱歌的新生代 偶像粉丝们 现在除了觉得自家爱豆完美外 唱功如何已无关紧要 对老一辈的歌手也已经无感 他们是坚信流量及一切的新生代 但要真以流量比较 他们爱豆的流量数据又怎能与当初乐坛高峰时代的四大天王相比呢 除了拒绝中国好声音 张学友还拒绝了我是歌手 因为他说 一生参加的比赛太多 不想再参加了 时代造就英雄 而现在的粉丝只要一个心中完美的偶像 时代也不再需要英雄 唱功又算得了什么呢 歌谈歌神时代已经落寞 新人纷纷登场 据是华语乐坛却再无歌神 而张学友也曾用歌声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 经验了整个青春岁月 娱乐圈清朗的行动 拒绝虚华不识 为流量论 张学友一路走来低调做人 专注歌唱 但又有多少人能拥有他的天赋与坚持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